我自己就可能在意想觀眾看那件事 而不是有些什麼 我是想如果把那些東西都拿走的時候 那件東西是不是就不是東西 你自己當作拿走那個篩是什麼 譬如有人要我講作品我都不會真的把那件作品的出發點 或者是很清楚地說出來 而轉向是說我這件事是怎樣做 或者它是什麼來的 來在那個方面去說 但你覺得你是有一個清楚的 我有一個這樣的意圖 我講一下你有清楚的所謂的創作內容 不是創作目的 只不過你覺得不容易說得清楚就不說了 嗯 都是 還是你是那種其實沒有那種所謂的清楚意圖 因為尤其是捉人和畫畫的人 很容易有了作為感覺優先 不知要articular concept 但因為我那個模式都很 其實這麼多年都是差不多 我有時候都會 因為我都會想 反而我是會想 什麼是drawing 或者是我的drawing 它是一些什麼都不小 就是它可能譬如 單純由那個物料上面去想 就是可能那個很細的 那個細的動作 或者它單式 它在這個框架之下 它可以提供 或者它可以畫些什麼 就是一個這樣的想法 就是譬如可能我畫過 那張雷射貼紙 就是好像在Exit的Solo 在最後有一張 可以開這個給你看 就像這張雷射貼紙 這張其實是一張雷射貼紙 我會想是 好像我用drawing把它畫出來 就是譬如我好像在捕捉一個 它本身是很reflective的東西 或者它 因為平時這件事 我會覺得它是 用來遮住門口 讓人不要看見你 或者把東西反射來 好像令到這個東西自己消失了 但是我就會想 好像我自己本身那個format 就是好像每一樣東西都看清楚 來怎樣把它畫出來 我覺得是有一個這樣的範疇 還有我這樣畫完它 它就變了一個好像 比較無靈兩可 因為變了一個不反光的東西 就剩下一個pattern 又或者變了一個黑色的東西 是這樣的想法 這個就是 所以為什麼我會拆開你 用物件來做創作 和你做掃描是兩件事 就是我在猶豫 你用回掃描 你在掃描那個世界 你都是在享受著所謂的寫實 那樣東西多些 但是你一用物件 其實你有東西要講 這樣才回到剛才那句 其實你有東西要講 不過你覺得 不可以講清楚給別人聽 總之有一堆因素 令你不想 或者說不到 所以你就只講過所謂的製作過程 是的 但是其實剛才 譬如說那種想法 譬如 雖然我在畫畫畫的時候 可能要求一個比較仔細 或者像真那一件事 但是剛才說 我怎樣考慮畫畫 我去畫一些什麼 其實這個想法 很多時候都會在 我用object上面都會出現 這個這樣的東西 就是 譬如好像 剛剛最近這個 飛錶靶這件東西 它是否包了這些 整整的 這個展覽裡面 其實 觀眾一開播 只會看到 那棵牆 是佈滿了那些飛錶的味 但是它前面金屬 其實我是把前面金屬的針 磨了成粉 不是我自己沒有 我找了一間公司 之後呢 那些粉 混了 混了一些 Made Medium 之後 油滿了整個飛錶靶 所以它現在這個是灰色 其實那一層金屬粉 在表面上 但是那個飛錶 沒有了金屬 後面那一層是膠還是 是膠 就是膠 那當然你可以買到金屬的 不過我買到最便宜的 因為那張照片看得不清楚 是膠 是塑膠 然後 之後 就是這個 一個這樣的 製造這件事的過程 其實和我剛才可能想 我怎樣可以將 就是我依然是 拿了那個 譬如一張雷射貼紙的 那個框架 就是我覺得它是一個 整個框 但是我自己做了什麼行為 去把它變得是 無靈兩可 或者是 你覺得這間是做到無靈兩可 還是你想做還是不想做 這個是想它有一個奇怪的狀況 就是它 如果這件事的話 就會想 其實它是 它是傳中 就是對我來說 它是全部那些飛錶那些針 全部 傳中 傳中了在飛錶包子 不過它是 但是它中間那個過程 是給我 好像偷換了一些東西 或者是抵消了一些東西 但是它 turn out 它的目標 或者它那個 或者它要到達的那些東西 都是到達到的 但是你那個設定 是不容易聯想到傳中的 因為這次是傳不中的 因為它是擺側了 你那句話 對 對 因為它 可能到設定的時候 或者在場地考慮 我會覺得 我想要那個 那些飛錶的味 就全部在牆上 好像沒有射中任何的東西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其實它 只是那個飛錶包 它就已經 滿佈了那些 用針磨成的粉 就已經是 去到那個 那個意思了 OK 因為 因為看相機 都 那些相機表 非常之不能夠表達的 那個效果出來 對 那個空間上 還是什麼 那個空間上 因為它沒有可能 同一時間有一張照片 是同時拍到兩張照片 是啊 這個也是我想 看到的一件事 但是你 就不是同時間看到 因為 譬如我都有 有想過 那個層次 可能是飛錶把在那裡 然後隔壁就是全部 那些飛錶尾 就是同一時間看到 我覺得那個 好像少了那個 層次 是的 是的 這個是那個 Floor Plan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沒有沒有看到 就是其實一進去 這個是那個 正門這樣進去 就是在第二層 那其實 那些觀眾會一開始看到 就是那個飛錶尾 但是其實 那個飛錶把 就是這個 這棵牆是起出來的 就是後面這裏 後面這裏 後面這裏 因為我對我的話 會是 可能剛才所說 我留意著 就是我都會留意 社會發生的事 或者是 看那些人的反應 然後 可能在裏面見到一些 就是那些思考結構 或者是那種思考方法 或者是大家信奉的是什麼 然後我會想這一點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有些 想到有些 自己裏面有些激動 之後 可能因此而去得到某一個作品的形象 就是可能我會想到 可能 譬如 好像台灣的戰艦有一件 可能我會 台灣你說2020那次還是再之前 2020那次 還是再之前 2020那次 就是我會想 想做一件是關於水浸的東西 那之後呢 那我可能就由這種想法去出發 就是地下這個水位斜 那我最初是想 是用水晶膠 或者是用 對 水晶膠透明的東西 好像摸了一塊硬的東西 掩蓋著一些東西 之後 後來才慢慢 就想水浸 然後想起就是 量水位的水位斜 那我就 那 因為那個水位斜 自己是一個 金屬的物料 那我就想 不如把它做一個碗 做一層很薄的水 來浸 那一塊東西 就是它好像自己 塞住了一些東西 來浸自己 因為它本身 有一些黑度在上面 那所以 我會慢慢 是這樣 可能得到某一個 想法是關於水浸 然後 再按著我思考 用什麼物料 去發展一件作品 所以 所以 它不會很直接 去對應著說 它 其實是要跟觀眾 有什麼訊息 或者是怎樣的 的一個 好像解決方法 或者是好像 在傳揚著一些 一些文化價值 都不是一樣 這樣 那 譬如其中 有一些作品 我會覺得有趣就是 會不會 反過來 是 這件作品 描述 或者 解釋 演繹 那個 Caption 那個標題 反而是你最想說的 譬如 那個 危紅燈 那個 我覺得應該和你 對大環境的一個感覺 我主觀以為 但是 這個 勾起我一個興趣 就是 你去運用 我叫做 物質性的材料 即不是 描述反而 即是一個所謂 現成的 物料的時候 你其實 譬如用那次做例子 你是 拿著那個視覺效果 還是 將它 跟那件事件 有關的一個符號 去運用 即是我想感受一下 或者了解一下 你運用材料 特別是 physical material 你是怎麼用 我會 我本身都會想到 那件事本身 是有什麼用處 即是 譬如你剛才說的 那個 滅蚊器 那件事 那 我是 我是 即是 對那個 即是 我那時 一下子突然想到 為什麼那個 滅蚊器 當然 它 一定是 那一隻色 因為那一隻色 是最吸引的昆蟲 但是 我就會想 將 我那時是想 覺得 有一陣子我會想 大家應該這麼喜歡 那些彩色的東西 尤其可能 我看到很多的那些作品 都是 五光十色 或者是 好像整個show 那樣 大家都很興致勃勃 去參與一些party 這樣的東西 之後我就想 那我都不如 弄夠彩色的東西 即是 我那一刻 是想到 滅蚊器 這件事 就是覺得 它就將那個 光管改變 另外 即變成更多的顏色 就覺得 我會自己 一廂情願覺得 它吸引更多的東西 是一個這樣的想法 那 如果你說 用那些 現成的物料 我想 我會 我會 其實它本身 我做的那件事 或者是思考的那件事 我都會想 它和它原本的 那個 用途上面 的一個關係的對焦 它 它 就會 它 它以前保持了滅蚊的功能 即依然 有蚊會飛進去 但是它另外 也變成了 一個吸引人的目光 來看它 即是它也有 那個危險性在 的一樣東西 這樣 再進來 變成 被人, 最新造的 還有 很冷靜 這麼明顯